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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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佩德 還有我們的禁止女王 王國兒 Scarlett 好 Hello 大家好 好 我們當然說得很陌生 其實都很熟 好 首先和 Scarlett 聽聽解 Scarlett 平常我們大家在電視上見到你 很驕傲華貴 很市民大方 但其實你自己本身有沒有說 對於籃球方面有些什麼的興趣呢 我都會看NBA的 我好像剛剛六月回去Vancouver 我都有了NBA PLAYER 我碰Dallas 所以最後Dallas 贏了半分就最開心 那你覺得自己親身下去看NBA的感覺是怎樣 都挺刺激的 而且我喜歡很大的朋友一起 我們一起喝酒一起看 那很熱鬧 我那種氣感 那是真的 那熱鬧呢 有時候除了在現場看球 當然是熱鬧的 但是如果大家要在家裡看球都熱鬧的話 就要請我們兩位重量級的人馬 就是徐家樂和張飛特 先和Peter聊天吧 你既然拿一麥克風 Peter 那其實大家一路都在電視上 經常都聽到今天應該很榮幸 能夠得到你來到香港和我們一起去評論這個NBA 在經過了上個球季 你會覺得有些什麼前瞻的東西 希望大家的球迷在接下來的一季需要留意的呢 平時好像沒有那麼客氣 我以前都很客氣 是的 那當然你說 即是未來年季大家有些什麼期待 大家當然是希望 Lock Elfone可以盡快解決這件事情 那我們可以 預期在10月底或者11月初 可以有NBA在這裏 我想相信所有NBA球迷現在最關心都是這件事 那倒是 那現在呢 NBA暫時在Long口停擺期的時候 大家都希望可以在11月呢 預期呢 是舉行 這一樣都是球迷最期待的 不過說回我們這次的活動 NBA Madness今年請了 就是有人育萬花童之稱的偉健士 我剛才特別要說 就是為什麼有人育萬花童這個名字呢 就真的要找回我們的體育字典 徐家樂老師了 是 出場 哪一章會更加清楚 這個人育萬花童的名字 你講 我不是要前線 對 一個是藍球博士 一個是體育字典 但是家樂其實 這一位的球星 可能對於很多我們的球迷 可能年輕一輩的 可能看 可能看錄影帶 或者可能看一些replay 可能看過帶 真的要等你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球星有多厲害 這個人育萬花童呢 他本身的達套力很強 但是因為他拿過兩屆的入樽冠軍 就是在八五和九零年 而香港第一次是做現場直播 就是NB的所有賽事 應該是一九的四九五的 所以當時他真正的入樽的方式 我們通過很多錄影 大家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 可以說是探人公子 尤其他的大風車的入樽 和Michael Jordan的競爭性 是很激烈的 為什麼叫人類萬花童呢 因為我們知道萬花童 其實是一個道具 是怎樣玩都可以的 隨時你變它 動一下它又變形狀 那這個Dominion Rutgers 當時他那些入樽的花式表現 是令很多人覺得 估計不到 所以就給了一個名字 他叫人類萬花童 有這麼多花款 不如叫人類萬花童 對嗎 其實他在八十年代 那時效力亞特蘭大英隊 當時我就會在紐約生活 也試過在MSG Madison Square Garden 在現場看過他一次打球 很多時候都在家裡 在電視上看他比賽 那他當時 當時年代 那時他的風格 特別是他入樽的風格 其實是令我想起現在的Blade Griffin 其實我也想問一下他 有哪些球員 現在現役球員 令他想起他當時那種 即是入樽的那種猛力 那當然 大家有機會 就可以讓我們兩位的 籃球專家和他聊聊天 不過這個時候 難得我們這次 是請到我們 萬花師傅蓉的啦啦隊 首先呢我們就請我們 三位的NOW TV的代表 和我們的萬花師灰熊的 六位啦啦隊一起拍一份 合照先 好啊 So I would like to invite you the Greece girls to take a group photo with our green guests from NOW TV Yes 那首先呢可以讓大家 拍一份合照 跟著呢 我們就要請出 我們今天的特別嘉賓 來吧 book 特地安排我們三位 來自NOW TV的代表 包括了張佩德 徐家洛和王國伊斯加倫特地和我們的啦啦隊拍照 其實拍完最重要的是一件事 就是要你們九位幫忙 因為我們即將要歡迎我們今天的重量級嘉賓 所以麻煩你們可以去到我們的球員出口位附近 一齊大家出來的時候給她一個high five So, we need the Greece girls to help us because we want to introduce our NBA legend, our stars of the day So, please, maybe you guys can stand right close to the exit, the entrance, actually form a tunnel, just like how we welcome the NBA stars 跟大家一起在球場上歡迎球星一樣 也都請所有的記者朋友、攝影師、所有的球迷 準備好你們的攝影機、相機、手機 所有可以佈衷到這個真具一刻的經驗 因為我們今天在NBA之中的五週年 和大家請到的人類漫畫和之稱的 葦健師出場 Let's welcome the human highlight film, Dominique Walker 好,很難得 今天在我們香港這裡可以看到葦健師來到 當然,待會我們就會讓我們NOW TV的朋友和阿偉這件事聊天 首先,在我要翻譯他講什麼的時候 所有現場的觀眾和我給最熱烈的掌聲一齊來歡迎我們的蕭吸隊星偉見士 Hong Kong welcomes you here to come here to the NBA matters game Thank you for coming And me how What's that again? Me how Good, good This is all the star players have subverted in China 好,當然剛才解釋一下 偉見士剛才問他是不是第一次來香港 其實他是第二次來香港 不過真正有機會可以在香港和球迷見面只是一次而已 因為他之前都是去另一個地方轉經了香港這個地方 所以他未真正有太多時間留在香港的 So now, now, I'll finally get you the chance to stay in Hong Kong Participating in our NBA matters event And be able to see our fans in Hong Kong How do you feel about Hong Kong I love coming to Asia I come all the time So coming to Hong Kong is another stop I'm looking forward to coming to visit I've had a great time so far And looking forward to having an even better time before we leave 剛才問到阿偉這件事,對香港的感覺是怎樣呢? 他都說了,他之前都已經聽過香港很美好的一個城市 今次終於有機會可以來到 希望可以趁著他在香港的時間好好地享受 還有最重要就是跟球迷有互動的機會 當然我們當然要問他 在80年代的時候,他有非常之輝煌燦爛的成績 當然也贏得了人類萬花堂這個稱號 他自己又怎樣看以前的比賽 跟現在的比賽有分別呢? 當然,你不是只有在70年代和80年代 你也是一位最大明顯的比賽 人類似的名字 所以你覺得之前的比賽和現在的比賽嗎? 首先,我不是太老了 你不是太老了 我比賽在80年代 我比賽在80年代 我比賽太早了 OK 第二部分是你的問題 我只是覺得比賽現在的比賽比賽 比賽還好 我仍然喜歡比賽的比賽 我認為因為我們出現的陣子 是比較實際的 還會有味道 你用了你的手 你用了你的手 你用了你的膝蓋 你用了你的膝蓋 你用了很多東西 對 很容易 OK 剛剛等一下這件事特別提到 雖然他是70、80年代的明星 但其實他不老 他年紀不大 只不過是早的 不過他說 因為以前在舊史的時候打球 沒有說有嚴重犯規 規矩方面可能沒有現在那麼嚴 所以可能小動作比較多 球員在球場上面操作的動作比較多 所以以前的比賽都是難打 不過現在很多球員本身的實力也很強 當然也不能完全說是比較得到的 不過以前有以前好 現在有現在好 不過有一件事 在我們一間請我們兩位籃球專家之前 其實我們要說一說 I have to let the fans know Just want to make sure that you are fine Because我們很多的球迷見到了 葵潔士今天右手是受了傷 因為之前在來香港之前 因為在一次開車的時候 有少少少輕微的事故 所以今天大家看到他的右手是包紮了 不過他是OK的 So he is fine with his right hand So don't worry about it How many weeks do you have to rest for? At least 4 weeks 好了 頭四個禮拜而已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當然我們現在就要請一位籃球專家上來了 Today we have partners from Now TV We have two very professional Basketball commentators ME commentators in Hong Kong Peter and Galon So please welcome them once again 當然好難得 Oh wow 球星對專家 So let's come up Because I think they have some questions for you Just stand in the middle for the media So Galon and Peter Peter actually from New York So he probably have a lot of questions that can ask you Gami, first of all a very warm welcome to Hong Kong Thank you, I appreciate it I gotta tell you Your explosive exploit while playing for the Hawks Left a profound impression on the entire generation of NBA youth You're strong included And I'm so glad to be in the same room or the same place with you today And people always talk about a successor to Michael Jordan Let's talk about a successor to Donnie Wilkins You know what's coming? Well you know what? I never believe in comparisons And people ask all the time That there gonna be another Michael Jordan or successor And to be honest with you There'll never be another Michael Jordan Never Ever I mean he played the game at a different level And he did it with one superstar on the team I'm not talking about Michael Jordan I'm talking about Donnie Wilkins I tried to avoid that question I know there'll never be another Donnie Wilkins But out of all the current NBA players Now because you as a commentator And an excellent one at that You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watch every NBA player today from every team Is there one single player or players that you see Okay this guy has a little bit of Donnie Wilkins You know what?There's a lot of players that I love to watch play in today's game You know I still think Kobe Bryant until somebody The drones and I still think he's the best all-around player in the NBA But I love Kevin Durant I love Carmelo Anthony Wayne Wade The way he plays the game And two guys that we have in Atlanta Joe Johnson And Al Horford Two guys that I really enjoy watching playing the game Alright, wait a minute You're talking so long I know that you guys are having fun chatting But Peter You're going to let the fans in Hong Kong know what you guys are talking about Well, I need your help No way No way I was too busy asking questions He don't speak Chinese? No way He speaks better than I do Come on Alright,請 Peter Point Peter, you and the story are talking about what you guys are talking about 剛剛 Domenic said Dominic's 80 years Factors on the field 其實令到很多 整代的NBA fans 印象相當深刻 以前很多人都會說 誰是米高佐隆的接班人 我剛才問他 不如說一下一個Dominic Wilkins的接班人 他起初就是想回避這個問題 但今天我們是說Dominic Wilkins的 有沒有一些球員你覺得會令你看到Dominic Wilkins的影子呢 其實剛才他也提過一堆球員的名字 他也表示是非常之欣賞的 他現在是亞特蘭大英隊的議事評述員 他也覺得像Joe Johnson和隊中紀委球員 他也是相當之欣賞的 好 接著我們請加羅文 加羅文是很熟悉的 So Geylon here, he had to dig into He's the sports dictionary He knows everything, he holds Olympic, NBA, everything 你幫我翻譯過 我想問兩個問題 好 第一個,我未親眼看過 我的前輩說 這個大壓力的人可以做兩樣事情 第一,他把一個Cons放在籃球板頂 球員跳上去拿下來 而第二個更誇張的是 球員可以把Cons拿著 跳上去放在板頂 放在頂? 對,所以你要問一下 是否有這件事呢? 是否有誇張? 是否有誇張? 兩個的 第一個是Cons放上去 他們上去跳上去 第二個是他拿著放上去 OK 所以, what Geylon wants me to ask you 是因為他有很多經驗 commentating in the NBA And he heard 他聽到一些 Older commentators 說 因為他們想要做多事 因為他有大事 他會有大事 他的雅力 是因為他會做兩件事 一,他們會做兩件事 一定要做兩件事 一,他的雅力 一,他會做兩件事 一,他會做兩件事 另一,他會做兩件事 第二,他會做兩件事 就是只要操作兩件事 而他會做兩件事 但要做兩件事 可以做兩件事 做兩件事 做兩件事 是那一件事 是正確嗎? 是正確 是正確 你能做嗎? 我可以說這樣 那是太多時間 在空中 拿一半 拿一半 改變 我可能是最高的 我可以做 他已經是 聯盟歷史當中 叫做彈跳力最好的一個 但是他說要做這麼多 他沒試過 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彈跳力這麼好 現在我會說 有些人拿一半 換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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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你意思 換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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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他說 聽過有人試過 可以在籃板頂上 拿一半 但你說要換一半 放上去就太難了 因為要放上去就太難了 但是他知道 黑文有人做過的 因為當時 在80年代 有個球星來香港 我前輩說他做過 就是David Thompson 那我就估計 是不會有這個 David Thompson? 是的 第二就是 我想問他 他沒有彈力 是怎樣練回來的 OK Gillard was saying Gillard was saying in the 80s The last one star David Thompson that people said Do you think he can do it? David Thompson one of the best too OK I would not bet against him 他都說 如果你說 David Thompson 這位80年的名宿 可以做到 他都不敢說 我想是假的 是的 但他想知道 How did you train with your jumping ability How did you enhance your jumping ability I think most of the brilliant God gifted talent But I'm thankful for that But I used to do Leg extensions And I used to take a bench About 6 inches wide 3 feet tall And I used to jump across that bench 50 times without stopping 3 cents to 10 Wow That's what It helps with your explosiveness and your timing Wow Absolutely 剛剛阿嘉樂問他怎樣去訓練他的彈跳令 他說其實除了是有天賦的本錢之外 有一件事大家學 尤其是在學校很多時候 他用一個長椅 六尺乘三尺到 長和寬 接著呢 每一天 3 sets of tanks 每一天都是 他每一次做三組 每一次跳10下 來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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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跳 一直來回來回地跳 就是去分裂 強化你腳部腿部的肌肉能力 每天做三次 But as you get better at it You do it 50 times without stopping 當你如果更加好的時候 就不止跳10次了 你可以去到二十次 甚至50次 是跳三組的十次 每人這樣跳 And if they do it everyday They can get a bit close to you right?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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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ll again You got to have some God view Talent Jumping ability You see a lot of the guys in today's leg like those guys You got to have the talented guys OK OK 最重要的是一件事 雖然為大家練到 你說可不可以靠近些 這件事的彈跳力 他告訴你 未必可以 不過最重要的是 你有天賦的本錢 例如現在的毀力 立方戰士等等 有天賦的本錢 當然就可以更容易做到的 在這裡請大家給多些掌聲 多謝我們兩位籃球專家 Thank you Thank you 楽挺 role Gaylor and Peter 證明Star release . imme You is 接下來我們請來自NBA中國的代表錢坤先生 和我們的全其名宿韋建士先生 就會在現場和大家進行一個經典球衣的揭幕禮 因為今天我們也在現場展覽了很多前代球星的經典球衣 而當中我們今天也準備了最特別的兩件球衣 就是要讓大家去看到的了 所以攝影機都準備好了 在三個檔案上,我們會提供我們的經典球衣 準備好了? 3、2、1,Let's do it! 哇,這個才是最難得了 大家現在看到很多NBA的球衣其實已經是同款了 但真正最激點,This is the most classical box jersey 就是當年,大家看到了,就是韋建士所穿著的最經典的亞特蘭大益隊的球衣 也看到其中有一件已經是有韋建士的親筆簽名 So,Dominique and Collins, please post for our photo opportunity 那大家也都是... 那大家也都是... 哦,當然啦 因為始終拍照 你給阿偉件事拿回那個護罩出來 那始終這樣拍照都漂亮一點,對吧? OK? 那麻煩了,傳媒朋友剛才拍的那張寶燈出來 OK? OK I'm telling them,I'm telling them Do not...Do not publish...Do not publish the previous one Just take the one now OK,So let's post for the photo one more time Just smile OK,Let's sign your posters right there 當然不難得請各位這件事來到現場 當然要他簽名留念 大家不用擔心 簽名這件事是OK的 所以大家不需要太憂慮他的手腕的傷患 所以特德也請偉件事 在他極點入出鏡頭的這個海報裡 留下他的簽名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we'll be displaying these classic jerseys of you and...Wow, that's one of the false churches gives that we had in Hong Kong Thank you very much,大家給我一個掌聲 給我我們的柱名平宿偉件事 當然這個時候呢 錢先生 記者的要求 Our reporters would like you to join with Dominique to take another photo 好 Please look straight to our cameras at the front 接著我們都要請錢坤先生和偉件事留步 So now Collins and Dominique Please remain on stage because we are going to present some souvenirs for our honorable guests who are attending our press conference our opening ceremony today 今天呢 我們也都是有很多的貴賓來到現場 來出席我們的記者會 我們的開幕禮 所以我們都希望呢 我們今天是代表NBA呢 就是送贈他 親不親民的籃球呢 給我們加分的 那今天我們也很榮幸 有很多我們的NBA的長期合作夥伴 以及我們的貴賓來到現場 參加我們的開幕典禮 所以我們現在呢 就要請 Dominique Wilkins 還有錢坤先生 頒發 代表NBA頒發 由Dominique Wilkins 輕敵簽名的籃球送給大家 So first I would like to invite Representatives from Boshua 現在我們想請出 Boshua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局主席兼總裁 中正用先生代表Boshua 接受我們的禮物 Now first I would like to present The autographed basketball Collins 準備 join Dominique together for this group photo 首先我們請到就是 博士華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局主席兼總裁 中正用先生 也都是代表博士華 去接受Dominique Wilkins 委件事的七分簽名籃球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e support By Boshua 謝謝Boshua 對我們NBA的支持 Thank you very much 接下來我們要請出 另一個合作夥伴 Now TV 電視和新媒體 事務副總裁 林美一小姐 Ms.Varian Lam Marketing VP of Now TV to represent Now TV to receive this souvenir by Mr. Dominic Wilkins to come out and represent Lanovo to receive this souvenir 跟著我們就要請出 Lanovo聯想電腦方面的代表 Mr. Ken Wilkins 正好先生 亦都是代表了聯想電腦 去接受這個紀念品的 多謝聯想電腦對MBA的支持 Lanovo聯想電腦 So right now we will finish up the presentation I would like to invite all of our VIPs to join us on stage with Mr. Dominic Wilkins and Collins for this great group photo 現在我們有請我們所有的嘉賓 一起出來跟我們的球星 Dominic Wilkins 還有錢君先生 以及我們的啦啦隊 一起合影留戀 那麼當然我們要請我們所有的嘉賓 和我們的啦啦女 和我們的偉大口星 和玩一件事 和MP的代表錢君先生 一齊以風合就留戀 So the great girls All of our VIPs Mr. Dominic Wilkins Mr. Carl Chen from NA China Let's take this great group photo Okay The reporter's request They would like the great girls to be in the first row so that the guests can be in the back row 好 A part of the reporter's request 我們現在請我們 我們曼菲斯灰熊啦啦隊的隊員 就在前排 那預祝我們這次NBA Madness的活動成功 請大家熱烈的掌聲 再一次送給我們所有 來臨我們開幕典禮的嘉賓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our honorable guest Mr. Chris Cruz Our opening ceremony for the NBA Madness 我們今天在開幕典禮 暫時告一段落 不過大家 沒那麼快走開 因為一會在偉健士先生 接受完訪問之後 我們就會安排一個 別開失眠的入津大賽 到時候我們就會請出NBA的代表 錢君先生 還有就是博士娃的代表 鍾靜雄先生 以及我們的全體球星 偉健士 担任我們花色入津大賽的評審 所以大家要留意 到時候他就會幫忙做評判 做打分的 所以大家千萬別錯誤 不過現在